好啦 今天沒有來增加到本土病例 這是好消息 不過 土坑病例的困體感染 還有更新的病例 沒有插到感染源 整個土坑病例都是紅庫 最高風險的狀態 一陣子就不就以後人員 跟白白板的加速 來到極真是外面的採檢區 要來採檢 讓人很感心的是 有不就的民眾 來跟以後人員加油鼓勵 前進指揮手的指揮官 王必成功 目前病院的醫療 量領到物資都要很成功 要還在住院的190% 治療上也沒問題 但是也好不絡意不絕 通風病醫專醫 王社經界第二天 風醫療量到底有夠嗎 第一次他讓人員說 一切都很成功 很平靜 大家都很平靜 感謝台灣各地善心的物資 我們目前願收到物資 真的是很豐富也很充足 入部風的物資和醫療量領 都很成功 現在通風病醫裡面 還有1990位段的病人 經過評估不可以專醫 包括60位段 加護病房的換假 聽說加護病房有用 實行方式提供 王必成功 目前病醫裡面 都有專業的醫師治療 也很感謝民眾的支持鼓勵 收集超過一層中的卡片 學生車給通風病醫裡面 醫療人員 不是學生車卡片 還有民眾驅不住 希望可以用鼓勵送一支通風病醫 也希望可以以前抖過難關